汽车轮胎上有石子要不要抠下来呢 可能对于刚买了新车的朋友而言 甭说是石子 就是有泥我都要给它搞掉 何况暗眼的石子呢 石子暗眼嘛 在轮胎上当然不存在暗眼 但就是看到后不抠下来心里扎得慌 这绝对是典型的强迫症 那就抠掉吧 现实中路况各有不同 难免在轮胎的花纹里 嵌入石子等一些比较硬的东西 当这些东西嵌进去以后 可能总会隐隐约约在行车过程中听到一些声响 当然这个不是最主要的 首先我们要搞清楚 轮胎上的花纹是干什么用的 轮胎的花纹是为了增强摩擦力 尤其是在雨雪天气中 摩擦力对行车安全至关重要 当嵌入石子后 轮胎某个位置会显得很平滑 摩擦力减少 在高速行进过程中又恰逢雨雪天气 就很有可能引起侧花 相当的危险 基于这个原因一定不要疏忽大意 在每次行车前 每次停车后 仔细看看轮胎是不是有石子嵌入的情况 有的话最好及时清理掉 如果嵌入的不是石子 而是玻璃等较锋利的东西 一定要看清楚 是不是已经将轮胎内壁扎破 造成了漏气 如果是就及时换上备胎 将被扎的轮胎送到汽修店维修 如果没有扎破 那一定不要将玻璃这些东西留在上面 有可能经过多次磨动 会扎进内胎引起胞胎 再好的车再仔细的检查 难免都会存在检查不到位的地方 对于轮胎不是非要让它先尘不染 一个石子不存在 这也完全不可能 只要做到及时发现及时处理 避免不必要的事情发生就行了 在家里的共产 第七年 上飞 下飞